大家好,是队,欢迎来到新一期的灯发大展,本场比赛是助力抢时 目前比分已经来到8比5,到达了最后的冲刺阶段 现在灯神因为头领所发,开场就中了大门一手,天对反 其实现在灯神已经领先三分了 领先三分的情况下,灯神是完全不慌的 但是八神越,他也是号称翻盘小王子 对着三分根本就没有放在眼里 跳起来折了一发中断,这个溜了 刚好躲过大门的一个转,但是大门还是硬生生把灯神给拉到的角落 进行一个疯狂援力 跑西天地反,下地图上波 一脚踢飞,曹大王,一个灯神,一个蓝自三 开场就给灯神,灯神的一棒 当头一棒 好了,来看灯神下一个人 中斧周知,灯神前两个角色是完全可以送的 最后一个板吃粮,绝对不能送 板吃粮食,灯神的灵魂 就像八神越的八神和大门一样 哦,蓝自三 大门又是一招原地战装蓝自三 一进自动 最后跟一发天地反,你肯定会投怀送爆 那现在灯神 好,灯神可以了 可以开动了 C2,C2,C2 C2,大生龙 看八神越究竟能不能追上这三分 想追上这三分 其实没有那么简单 接下来看八神越的不知火舞 不错,空中一发挑递 跑跑过去给一个人 角落,哎呀,角落爆气,抢抓,抓一遍 我的天哪 还是,还是太快了 这游离 可是游离的时候空中给了一个波 哎呀,这个空波两发失误了 到 那不之后顺势而为给一个操杀转转转 我们接下来看灯神最后一个板器梁 第四个回合 我们来看这个板器梁 清水中守护你呀 打击手接C3D空中上天 飞天脚挨之挨真神 踢脚 哎哟,下车对空 下车对空 哎哟,砍刀手快速破下蹲法 打击手空中两次C3D天地霸王拳送走 哇,抬走 接下来到八神越 最后一个八神这里的第五个回合 我们来看八神出场 八神亲手葵花甜蜜 快速亲手 三世带上八字女前进角落 哎哟,进来 第一波谢峰走抓一手 哦哟,快速套了一个下盘 这个下盘套的有灵性 葵花三世 吸谢峰 又一个轻嘴下盘 两次灯神都没防备 灯神还是无奈的交涉强反 真的是对八神这一招啊 没有感觉 无法防御啊 他也可能猜八神也不会这么的冒险啊 但是八神又还是冒险了 啊,失误了灯神 最后接上八字灯神已经没有了强反 之前我们也多次讲过嘛 灯神没有了强反 就像是没有了牙齿的老虎 这牙齿被掰了 你再凶猛也没有什么用 哦,这把灯神又开始蒙起来了啊 现在现在牙齿还在 疯狂的撕咬吧 疯狂的怒吼吧 哇,跑跑抓一个后跳 车也行啊 八神也这个大门 这个跑跑抓后跳也是绝了啊 哇,头上浮站中角 接上是超大歪 可最后现在还相差两分 我觉得八神也应该是可以追上 最后又一发里头送走了灯神的游历 我们接下来看灯神下一个人 第二个回合 看灯神特瑞啊 灯神特瑞线远的奇迹 哎呦,空中又中了一招 打开满炭 滑散,低头 接着继续耗耗 our channel 打到一套 轻手中角 冲拳接上 暗大 打抗辘 后面招招报技 帝宝塞到orry踢 差点将八神越的大门送 Od 哦,防御反击,强拉一手,清腿逆向,哎呀,切防,滑场还是,Oh my god 灯神是,得剩了他一筹啊,只是剩了半招而已 哦,我们来看吧,这个不足后,目前啊,高手过招,确实套路上面都进化了不少 不再注重,不像之前那样注重连招了,现在这些高手更加注重一些套路 折到一套之后,就打一套高尚,追求一个高效率 好,八神越后撤了,能量喷泉对抗,快速前前冲破又给高鬼喷泉,哎呀,潇洒的一套 后面来看八神越,的八神又登场了,这一把八神又被动了 第一局那个狠劲儿去哪里了 我们来看八神越,的八神,快速来一把跳地,但是被特瑞怼了一下 逆向过点,打不到,里边跟一手 接着就是暴气,暴气时候空中跳并抢空 我们八神又是几个前跳后侧的那 圣龙空了,完了 请内百合者,百合者也被废了 特瑞趁这个劲儿干过去,把八神奎花三十道角落 无撒 哎呦,哎呀,还想像刚才那样偷袭 这次没有偷袭成功 灯神明显有所防备 再想用刚才那个套路写不通了 这也是我之前比较喜欢用的一种套路 好了,一滴血 直接抬走 先来看灯神最后一个半气量 第一,五个回合 半气量出手了 八神先来击发影跳 接下来几个暴气 跳地或轻手可以花钱一阶上超杀八神杀 呃 呃 呃 圣龙,抓到一段地波跟上 小跳飞地天堂剑爆 落地可以狗 奉神无奈交流全发天地霸王全登神上去了 在最后一招的时候,八神也没有扛 中了一手天地霸王全满盘结束 逼分来到9比6,又拉开了三分的差距 哇,头上服羽愧 大门这次表示拼了 开场就给了一番头上服 打里头,大门再次健身 整个中段,这一次灯神套路也被拿住了 八神也没有抓,他亡了小虎 绽放了一把 那这下登神他就尴尬了 一滴血送走 就是因为一个套路 就是因为识破了一个套路 就赢了这一个回合的比赛 你说这个套路重不重要的 因为现在高手的连招都相差无几 就是凭套路了,看谁能抓机会 登神也开始厚厚前前,清退两点 跳地后车,拉个重拳 隔开身位,燕翼飞翔拳 大门忍不住给了一手蓝支扇 在大门呢 哇,在密集的套路压制下 大门还是交代了 空头,跳 哎呀,空中没吸蓝支扇,刚才可惜了 不应该是空中跳臂吸个蓝支扇吗 可能啊,这个套路 这个操作,八神也没有下意识的出 没有这个习惯 我想他应该是会的 哇,偷沙夫 站中角,超大外哥 搞一发 好了,这一局,登神的板支梁很快的出来了 大门这一局就更拼了 背水一战 哦,大门做个防守 这个直接就抓呀 跑西蓝支扇 我的天 总不如是大门啊 忍住啊 角落给一个站轻角,填地反 原来在这里等着登神啊 头上扶站中角,来一手 操打外哥 最后使用一招后跳在地 oh my god 最后一下没稳住 又被登神给冲破了防线 飞翔角 好 没事儿,八神月还有不知火舞和八神 再一手 所以说我觉得还是不慌你 第四回合看八神月第一不知火舞 现在登神只要拿下这一局就可以胜利了 给八神月的机会是越来越少了 砍刀手 狐狸 小费地砍刀手 轻角一点 大气头上天 好 又一手贴地包拳 背墙角 看AZZ 没有跟龙虎伴舞 生龙怼中啊 后车发火 哦,不知火舞也烧了上天 朝天上 尾巴翘到天上去了 这不知火舞 好 现在又到了登巴大战的关键时刻 还是硬是松给拉了回来吧 战局 登神能不能反三这一场 看八神一里,八神去嘛 八神先爆气 八神让全权跳在地 百合者硬拉 回手套 百合者懒 哦 反正两狐狸啊 叫爹地 天地霸王拳 飞翔角 哎,这是A的 欧拉抄比萨 八神抢反了 不给你抄比萨 你抢反联了 好 八神 带到了登神一个圣龙机会 送走 比分 又相差两分了 但是登神在点 八神注意了 不能给登神留一丝丝的机会 只要让登神赢上一局 八神就玩完 这一局 登神的克瑞好像进攻 也比之前猛了许多 飞头以后很快的几天跳 战壁 隔开一个身位出战壁 不管你大门出什么招 除非你借根反 但是根反呢 根反呢 那个风险又特别大 八神月他也是不敢轻易的出啊 你看 八神月和登神打的话 就没怎么出过根反 也就是驾掌 A3 哦 不连了 又是一招跳地 又是这一招 八神月又吃了 好 看八神月的步子后 步子后 直接暴击 特瑞 战壁 好 下飞雪刃落地逃 地上惹风到角落 碰地戒空头 花铲戒C头 C头戒超炸 到 这下过瘾了吧 舒服了吧 花铲戒扇子 空中一头 拜拜 天天不知火舞 倒是浪起来了 好的 第三个一颗 八神月的游力 开场又中了一把空头 这下不知火舞又开始了 下地给脚 C头来一下 不动的话 战壁 下青角 点两下 后撤拉 给你暴击了 然后又给了一下 低头 滑铲 接C头 倒 一滴雪 大神佬灯神想熬一下 灯神想出奇制射 我实在太了解灯神了 因为数次和他交手 我太了解他了 被压得崩溃的时候 他总喜欢给一把大圣龙 或者什么小圣龙 你看又开始圣龙了 圣龙引他又犯了 原地闪神 这个套路也开始用了 可是在八神月这里是完全行不通的 八神月表示啊 我拿捏他如喝水 倒 又是空中无敌转转转 无敌烽火轮都来了 这怎么能忍 哎呀 不但赢 八神还削了一下子 比分9比8 拉开2分 拉开1分 仅剩的1分了 八神月希望还可以稳一点 哎呦 切防 这波灯神上强度了 下中角大灌篮打了大半管血 这一套虽然没有用气 倒栽葱 挑天地反 套路都挺多呀 在第一个回合套路就平出 你看想小跳 左蓝自三 头怀中暴打法 大门他成功了 角落给上几套连招 再给上一套连招 灯神基本就没了 最后谁用一招 利头 拜拜 因为头上服皆站中角 这个伤害太高了 这属于是一个bug 根本就没有什么伤害的 修正削弱 还是一个正常站中角的伤害 所以说现在很多高手 都不接双头上服了 都接头上服接 后拉站中角 一个近身头上服愉快 好 隔开的身位比较远 所以说灯神也占不得什么便宜 他也不敢上前硬冲 硬冲硬搞的话 大门肯定怼 大门开始了这就 游离之带切防 哦 这个大神龙我的天哪 雷黄拳C头一个死 黑光 不知道八神月吃了这一发黑光 做何感想啊 来看八神月的小五 先钢一发CD 戒身强抓C头 板边不动 八神月着急了 毕竟被秀了个黑光嘛 这个面子必须得找回来 这是面子问题 已经不是输赢问题了 因为八神月也是一个好面子人 比赛可以输 面子绝对不能丢 还是怎么办呢 哎呀 灯神这也不好整啊 灯神是完全不给他一点面子 第四个回头 八神月的八神 一 跑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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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跑蟹乘以二 黑花神是八神女 这个就在找面子了 看到没有啊 你敢秀我黑光 我跑你两次蟹 八神你们没见 千语音正是游上一滴血 只是在玩火八神月 很明显在玩火 如果灯神 如果灯神再怼到一块超上 那八神是得不上司 现在终于来到第五回合了 灯神的板翅梁 大魔王板翅梁 来搞蟹 升龙飞翔脚接搞蟹 飞翔脚接砍头XXXX 落地来一脚 好后拉 青内破招 前前过去cd打乱动 八波八神没有动 灯神再发波 八神后续怎么整他 哦 哦 八神又暴气一点哦 灯神一直这样子跳蟹蜜 厚拉的青椒 就飞翔脚 八神强反了 没有旁渡这么压制 好八神也来 哦 因为八神月没有了抢反 如果把灯神打红血啊 灯神会不会一直连死他 啊 八神月失误了 灯神表示我还等着玩一发抢反 那你给我失误了 还想再跑线 哪有那么简单 最后来发地头送走了 比分10比8结束 这场比赛一刻也是惊心动魄呀 大家觉得 比较精彩的话一定要点个关注点个赞 拜拜